马上过年了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红烧肉的做法 辉而不腻 瘦而不柴 首先把买回来的五花肉洗净 切成一纸宽的厚片 再切成麻将大小的块状 凉水倒入五花肉 放入姜片 葱段 加点料酒去腥 大火烧开之后 把里面的血沫撇出来 煮上五分钟 将五花肉控水捞出 平底锅不用放油 直接倒入五花肉块 开小火慢慢的煸炒 一直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表面金黄 倒入葱 姜 干辣椒 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包红烧料 两斤五花肉 刚好倒入一大袋 其他调料都不用再加了 换炒到五花肉都均匀的裹上料汁 倒入热水 摸过五花肉就行了 开大火烧开 转小火 先炖上40分钟 然后加入切好的土豆块 盖上锅盖 继续把土豆焖熟 最后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就可以出锅了 撒上一点小葱 点缀一下 即可上桌 这样做的男人红烧肉 颜色红亮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软烂入味 土豆块吸收了肉的汤汁 也很好吃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一包红烧料 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红烧肉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